美中這個兩大兩岸的美中關係 對我們臺灣人來講最簡單 因為我們 由不得我們 我們管也管不了 他們一旦有事 我們就被拖進去了 大家玉石俱焚 但是不會 為什麼 因為兩個 他們兩個大國是鬥而不破 而且不會枉破於死 絕對不會 而且我跟基辛吉 基辛吉的看法不一樣 有了美中的鬥法 把臺灣的臺統獨問題就往後延了 他的急迫性就往後延了 你不用提醒 老眾也曉得 我不能為臺灣把這整個整盤大局搞壞了 但是美臺的關係 我覺得我們臺灣 不管是綠的 不管是藍的 都這個領導人 都對不起臺灣人民 都是太溫順了 都是非常聽話的小媳婦 我不好意思說是小姑娘 小姑娘是徐曉昕 是小媳婦 該講的話都沒講 我覺得老美 我們是要非常非常非常的感謝她 你同意不同意 沒有老美 沒有我們今天 我們哪早就完了 但是老美今天的做法 因為中美的關係變了 老共不是當年的無暇阿猛 所以你不能用同樣的一套 我覺得不只是台積電 為什麼老共的智庫 老共的軍方 每次兵推就是推臺灣 從來沒有推平衡的地方 臺灣是唯一的戰場 還有推的結果 臺灣美方就產勝 就是飛機吊一百多架 船成幾十招 兩邊的兵員各死幾萬 怎麼都沒有提到臺灣死多少 你有沒有聽過臺灣死多少 從來沒有 有啦有啦 是臺灣死活該 還是臺灣死不值得 還有第三點 每次都是一個戰役 老共進來了八萬五萬 然後呢 後來後援不計 就結束了 next 這樣就沒事了嗎 如果這樣以後就沒事的話 那我覺得我們咬緊雅根 勉強承受 如果從此太平不會嘛 因為這個兵推完了以後 然後next 他們就沒事了 沒完沒了 然後最後一個就臺積電 臺積電美方守不值的話 就把他抓到了 就好像老講當年 黃河守不值的話 就把黃河決定 這個實在太沒有良心 所以去國政說 國軍不能忍受 這不是國軍可以決定 國軍是聽上面指揮 你能不能忍受 上面說不行 打 打誰 打老美 打要摧毀臺積電的 所以今天老美的心目中 就說他還愛不愛臺灣 我認為愛 因為他愛臺灣是為了愛自己 現在他把臺灣是看成 西太平洋第一島鏈當中 火藥庫中的火藥庫 這一個火線中的火線 就相對於老共看臺灣 是核心價值的核心 那所以老美就把我們看成說 非打不可的話就在你的地方 而且就把你打成稀爛 把你的護國神山也打掉 也在所不惜 因為美國的利益 是高於臺灣的利益